今天是9月15日,星期五 星期五的時章,我們看看北水的情況 前天也有些流出,昨天也有些流入 始終仍是數量,留意這個基本線 如果可以改顏色就更清楚 改了紅色的話,可能會更清楚 這條線是正在下降的,需要留意 留意之後的時鐘,雖然今天的時鐘挺好 很多板塊都會升,不需要怎樣理據 不過今次地產仍然不升,因為已經升了這麼多 銀行仍然在中間的位置 個別股票和板塊方面 板塊是這樣的 個別股票方面,盈富基金有升 這些一定有所謂的南下資金購買 再其次就是中國海洋石油 白石油股票應該是不錯的 匯豐今天表現十分好 當然今天最好表現的那一隻 應該是華晨汽車 看它去哪裏,突然升了十幾% 幸好昨天有買到 否則真的追不及了 好了,我們再看看指數方面 指數方面,情況比較樂觀一些 因為中族開始有點咬上去 咬上去 然後這裡又站在中族上面 因此就是這點 就是起碼後市先望 就是可以在這個水平度波動範疇上落 再其次,如果突破了上面這裏 就可以再望,再升高一點 當然,最重要的是突破之前這裏 前這裏 這個位 那這個位呢 高位是18898 那就是189 然後呢,這個就最重要了 如果能夠升到189的話呢 後市再升到不太多了 再其次,我們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留意這隻豬肉股,萬洲 萬洲,它完全是說有虧損的 沒有虧損的,師兄 有虧損的,師兄